法广消息 日前法国经济部长被问及何时开放正常生活时 他有技巧的说5月15号解除封锁是一种假设 他重复说他不会给出时间表 勒梅尔一向秉承小心谨慎是安全的根本 关于总统马克龙在最后一次演说中提到的 重新开放某些关闭了数个月的行业商家 他表示他并不看好5月中旬这个日期 勒梅尔并不认可5月15号这一天解除封锁 法国经济部长重申 他不会给出一个时间表 并补充说5月15号是假设之一 现阶段的假设可能会根据健康状况而改变 法国总统马克龙三月底曾说 我们将在5月中旬至夏季初之间建立一个逐步开放的时间表 并办以严格规定 为了预备未来的几周 许多因素都要算进去 预备重新开放 这首先就要看日历 还要看不同的行业 勒梅尔再次重申 只要有防疫健康规定的限制 就可以保证持续提供职业上的援助 此后将会逐步撤销 比如说 如果确定5月15号为解封的日期 部长则支持5月份 继续维持给餐厅全额的援助金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逐渐的减少金额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 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